在宗教迫害中,某浸信会牧师逃往某处,称这个地方为Providence, 意思就是天佑或神的护理。 Providence是美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,最终它成为了罗德岛的首府。 Alexander McLaren 说:"假若神差遣我们走在石路上, 祂必会赐给我们坚固的鞋。 这是祂宣告神护认的方式。 在圣经中,作者经常提醒读者神的供应, 让我们思考诗篇85篇第12节。 耶和华必将好处斥给我们,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。 请你向神提问,在不明确的前景下, 可否让我有信心来信靠祢是会供应我的需要呢? 请你实践数学的真理,求神赐给你信心来接受祂的安排。 请向别人宣告你的经验知识, 请和基督徒分享你近日是如何经历神的供应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